8月2日,汪峰在社交平台上正面回应刀狼新歌风波 22分钟的视频里,从刀狼到当年的报道 再到新专辑风格等等,除了道歉,方方面面的都聊到了 总结一下一共4点 1.对于事件,在汪峰的记忆里从来没有看不起刀狼 当年的是是非非再讨论已经没有意义了,没有必要重体 我看网友在说,包括一些文章在说 二、对于专辑 最喜欢的不是罗刹海誓,而是未来的底片 他女儿及周围朋友音乐水平都不如刀狼 给刀狼的新专辑打93分 这个分数很好了 他呼吁大家不要上纲上线 不要赋予太多道德东西 3.对于粉丝,你们可以嘲讽我,但说刀狼在复仇就是在贬低刀狼 而且你们的心里是阴暗的 我们当下在说的,他用了一张专辑或某一首歌去讽刺 或者是,甚至有人说复仇 甚至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我听完这一张刀狼的,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是在非常严重的贬低刀狼 而我恰恰觉得,能去把这种莫名其妙,完全莫须有的一种观点,强加于大众去相信刀狼这张专辑或某一首歌里有这样意图的人 自己心里面是这样的,是阴暗的 4.对于刀狼,如果你看到我的这个视频,我们一起探索,一起加油 其实网友最想听的是第五点,道歉,可惜没有 因为汪峰已经不记得了,但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20年前他批判刀狼现象是流行音乐的悲哀 我认为他只是一个会抓住史记,会利用网络平台,会迎合大众心里的商人 他的歌曲没有任何的艺术价值,只是一种低级的娱乐 他的歌词没有任何的深度和内涵,只是一些肤浅的感情表达 针对这个事情,汪峰并没有直接否认或者承认 因为音乐从来就应该是音乐本身,它不是是非 任何一种音乐,它是音乐,它不是是非 它不是道德审判 立刻让网友想起了罗畅海誓中的歌词 勾兰从来半高雅,现在刀狼火了 歌词如刀 汪峰给刀狼的专辑打93的高分是相当相当的不错 对于打分这事总觉得这是老师和导师该做的吧 有网友说你是打分打上瘾了 打分前转身了吗 所以说汪峰老师你还是不要给刀狼打分了 也不要和刀狼一起探索一起加油 有空还是先多提高一下自己的专业水平吧 不够为我勇敢寻找着追踪着渐渐一夕的寸门 虽然我只有一把我弄吉他 等酒下再朝下再见一遍 长久到无人远远远的队亚 我叫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 我在这里关闹 我在这里鼓起 我在这里活着在这四军 演唱会听得让人揪心 跑调破哨 差点把人给送走 作为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怎么拉垮成这个样子 还有现在网友比较关心的是 汪峰视频里提到的朋友打电话 微信过来 问怎么办呀 这里的朋友指的是不是纳英和杨坤 包括我身边的这两天的朋友打电话或者发微信问我哎呀这咋办 说实话我回答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有话想说我还会说 现在看到很多通稿说汪峰老师的歌曲很大的很专业的音乐点评就想知道这些通稿是不是称汪峰为乐坛半笔江山的同一个团队那连夜删了十万评论是个什么意思 网友纷纷只会要报警有人偷了自己的评论 估计看到这情况现在另外的F3再也不会出来回应了 不得不说回应总比不回应好汪峰还是比别的F3做的好 但是整个视频听下来就感觉汪峰避重就轻居高零下 还是听一下乐坛真正的几位大咖又怎么点评刀狼的吧 刀狼他最最好的地方是他生来就是唱歌的时长 他可以对他可以把唱歌呢唱得像讲话一样 但是旋律还在那边 对他刀狼唱歌的时候他收音的尾巴很 音乐教父罗大佑毫不吝啬奖刀狼天生好嗓子 李宗盛对刀狼的欣赏更加痴狂 早在刀狼第一张专辑爆火后 李宗盛便亲自找到刀狼 主动帮他打造新专辑卡申格尔护扬 甚至从来不帮明星站台的他更是亲自出面录视频给刀狼加油 祝刀狼2011年谢谢你演唱会圆满成功 谭永林第一次听到刀狼披着羊皮的狼后 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亲自打电话向刀狼邀歌 然后我亲自自己打电话给他的 你是刀狼吗 我说谭少侠谭永林 废话 骗人 然后我打电话去 我说我真的是谭永林谭少侠 他说 啊 真的吗 然后他把旁边的朋友一起 电话里面是谭永林 他很开心 然后他就送了一首 这个披着羊皮的狼这首歌给我 刀狼更是豪爽直接把这首歌送给了谭永林 在录这个歌之前我听了超过一两千片 我从来没有唱过那种打磨的 那种吼叫啊 那种气魄的那种 那种感觉 一遍遍地揣摩着感觉 谭永林才终于唱出了自己的味道 这首歌当时还被评为流行港台十大金曲 让谭校长事业更上一层楼 时隔二十年在一档音宗节目上 凤凰传奇再次翻唱 谭永林激动地直接抬下双手挥舞 刀狼 谭永林和凤凰传奇 用三种不同的演绎方式演绎同一首歌 歌有歌的味道让观众大薄而服 大呼过瘾 这才是乐坛该有的样子 谭永林还盛赞刀狼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歌手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歌手 他很有歌的风格 此后谭永林还邀请刀狼坐镇自己的演唱会 再见到刀狼的那一刻 谭校长激动地直接九十度 弯腰鞠躬 在歌迷的呐喊中 他们一起演唱好几首筷子人口的歌 当年看到刀狼身受圈内音乐人排挤后 韩红甩出一句话 就像当年的刀狼 它始终不出现 我相信它还会火 音写主席傅林老师这样评价刀狼 应该是2000年的一个歌坛的代表人物 我知道刀狼以后 我又很注意它的作品 它是受西江新疆音乐的影响很深了 2002年的第一场雪 那首歌引发了对刀狼的注意 但后来情人啊 西海情歌啊 陪着羊皮的狼啊 很多歌曲代表作 但是别人也在唱它的歌曲 英雄不问出处 它不是属于我们原来的 90年代的 2000年代的那个唱片那个圈 英雄刀狼他明显通过他作品 所有的表现手段 你会看到他完全不是这个圈的人 但是他做的很出色 最后送上大鹏对刀狼的一段道歉视频 F3可以参考一下 在这里我特别想通过镜头 跟一个人道歉 就是刀狼 对不起 因为2004年的时候 突然全国上下就流行一个声音 刀狼出来了 谁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我当时写了一篇评论叫做 从刀狼的音乐看 中国全民音乐审美的倒退 刀狼不应该火 当然了这是我十年以前我的看法 直到现在可能大家都成熟了 我为什么要道歉 是因为我觉得 每一个人火都有他的理由 这里是游所尔文 如果大家喜欢 请订阅留言 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 我们下个故事不关键 所以我再去设立方retch